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第十讲程序化交易实战问题及对策 我是陆坚 在这里呢,我列出了五个我们通常在程序化交易当中会碰到的问题 也是很多初学者感到比较迷惑的地方 我一一来详细的讲解 第一个是石盘与回测结果的偏离 当我们在做石盘交易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感到迷惑 就是说石盘的交易结果往往不如回测结果那么的完美 或者说差距还不小 对吧 那这些差距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为什么会出现石盘与回测呢 有比较大的差距 那么 究竟原因呢 基本上是有这三点会形成比较大的石盘与回测的偏离 那么第一个呢 是指数与合约价格的偏离 那么 当我们在做回测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用指数 通常我们是用某一个商品的指数来加载在图表上做回测的 除非某些日内策略 它是可以直接用主力合约来做这个回测 只要它是隔夜的 我们都是会用指数 来做回测 那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连续的主力合约来做回测呢 原因是 每当在换月的时候 从一个合约转换到另外一个合约的时候 它的价格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就是我们所谓的跳空 它可能会跳空变高了 或者跳空变低了 那这么大的一个合约的一个差距呢 是会导致说你的回测是真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呢 只要是隔夜的策略 通常我们都是用指数来进行回测 以规避合约跳空的换月的时候 合约跳空所带来的误差 但是这个指数呢 与合约价格呢 却也是有差距的 这个差距就会导致 我们交易的时候 实际上买卖的价格与指数的当中就出现了偏 我们看一个图 在这张图上面 我列的就是最近的交探的一个行情 我们先看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是交探的1905年的主力合约 目前的主力合约 我们看到在9月28号 它出现了一个低点 对吧 然后呢 在11月12号 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低点 然后呢 非常明显的是 11月12号的这个地点 相较于9月18号 9月28号这个地点呢 它还低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 对不对 这是主力合约 反过来我们看指数 指数在9月28号 出现了一个低点 在11月22号 也同样出现了一个低点 但是呢 11月12号的这个地点 却高于9月28号的地点 是不是 那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张图 是不是能够看到明显的差别 就是说主力合约 或者我们说 这个 它某一个月份的合约 和指数之间 是有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有的时候 也许没有这么明显的差异 但是 但是在有的时候 它这个差异 却是非常的明显 是吧 那 如果说 我们是以这个交叹指数 作为 在策略上 作为一个 回测的一个标的物的话 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们的策略是在 突破前低开空 假设我们的策略是这样 突破前低开空 我们要满足9月28号 这个低点 突破开空的情况呢 是要到这一天 对不对 要到这一根K线 才突破了9月28号的 这个地点 那这个呢 已经是11月底了 这条线已经出现在11月底 对不对 好 那 反过来 如果说 我们在11月底 指数出现信号的时候 我呢 开始做空 做空买卖 你必须买一个合约吧 对不对 好 我刚好 我就买了一个主力合约 就是19年的5月份的主力合约 那大概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开空呢 大概是在这条线 在这条K线 或者这条K线 对不对 这条K线或者这条K线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我才能够开空 那么 已经损失了 从这条黄线到这里 已经损失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对吧 所以说在指数上 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些 好的利润 也就是说在前低的时候 我们这里开空 看到的利润是从这点到这里 这么长一段 对吧 但是实际上当我们交易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开空已经在这点 这点到这一点 离这个黄线已经相差了比较多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所谓的利润 损失掉了一大部分 是不是 从这张图上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就是说主力合约 或者说某一个具体的合约和指数 它是有可能有差异的 有的时候这个差异还不小 如果大家去关心一些农产品 比如说鸡蛋或者其他一些农产品 具有季节性变化的农产品 那这个差异可能会更大 特别是季节性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它这个季度 它就是淡季 淡季的话价格就低 对不对 然后下一个季度 它就是旺季 旺季的价格可能就会高 但是指数 因为它是各个合约的加权 平均产生的 可能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当你去买卖具体的合约的时候 那可能反而在上涨 所以指数甚至有可能出现 指数跌合约涨的这种情况 是吧 那这个情况就是非常的 让我们就是会困惑 就到底我们在这个交易的时候 应该用指数还是用合约 到底我们怎么来尽可能的减小 这个当中的差距 我们看下一张图 刚才我们看到是一个图表 在这一张图上 我们看到的就是实际的回撤的一个效果 回撤的绩效 那我分别用了同一个策略 在这两张回撤图表上 我用了同样的策略 但是呢 一个是在用这个动力媒 动力媒的主力合约 888就是主力合约 就每次他都是到换约的时候 就自动换到下一个月的 下一个主力合约的这个数据上面 这个就是叫ZC888 在TB平台上面 这就代表是一个主力合约 连续的主力合约 那另外一个回撤报告呢 用的是指数 就是动力媒的指数 叫ZC000 在TB上面 它就你这个代表品种的这个字母后面 加上000代表的就是这个品种的指数 后面带上888 就代表这个品种的主力合约 好 那这两个你看我们的比较一下 净利润一个是12万7000 一个17万3000 相差有30% 对不对 那其他的指标也一样的 全部都会有所不同 全部都会有所不同 但是从这两个我们就会看到 用指数与用合约 它所得到的结果 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那么也许有的 这个这个 我们交易者会问了 为什么 用合约会差一点 用指数会好一些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在于 指数是各个合约的一个加权平均而产生的 再说一遍 指数是由各个合约的加权平均所产生的 那各个合约之间 它用了不同的权重 用不同的权重 算出一个加权平均 然后得出这个指数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指数它会显得更光滑 因为它通过加权平均 它就会消除 这个指数 这个合约价格当中很多的噪音 会消除它很多的毛次 因为它是一个加权平均数 所以它会更光滑 正因为它的光滑作用 正因为它这个指数比合约价格显得更光滑 所以呢 在交易的时候 在回撤的时候 它的噪音就比较小 叫噪音小了以后 你的指引止损各各项指标 都更容易得到一个反应 真实价格走势的一个指标 而不是受噪音影响 在主力 在合约 具体的合约当中 是很容易受到这些噪音的影响 让你一会儿被止损了 一会儿又出不来信号等等 这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指数用来回撤 它的效果肯定要比合约来得好 但是呢 可惜的是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我们是只能用合约 我们不能用指数做交易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实际交易的效果 要比指数回撤来的效果要差 原因在这里 大家要记住 原因在这里 那我们说既然这个问题是存在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尽量改善我们的石盘交易 结果呢 是不是能够改善的 尽可能的向我们回撤的那种效果呢 那我这里呢 是用了一种方法 是尽可能的来减少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误差 是什么方法呢 就是用合约的配比来模拟指数 用合约配比来模拟指数 那具体 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来做到这一点 好 我这里列出了 就是这个大豆 我们就列出了大豆的一个合约 三个月的合约 就是说目前有交易量的三个月的合约 那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19年的1月份 19年的5月份和19年9月份的合约 然后呢 它的这个 这个 就是有多少 这个持仓量有多少呢 这个是分别列出了它的持仓量 然后呢 我们根据它这个持仓量呢 算出了它的权种 就是说 这个月份的合约 它的持仓量 在在总的持仓量当中的百分比 这个是63% 这是33% 这个是2% 对吧 这就是它的权种 然后呢 我再根据 它的这个权种 那63% 33% 2.8% 约3% 根据它的这个权种 乘以它的这个价格 这个是它的价格 也就是我们这里的价格 这是它的价格 价格乘上权种 我们 然后把它相加 得出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大豆的指数 这个是约约的 这是不不精准的啊 但是 大约是等于这个 是吧 大约等于这个 那 我们做回撤的时候 实际上是用的这个数字 做的回撤 当我们要去买卖的时候 我们是买卖了某一个具体 另外一个价格 那现在我要使我买卖的价格 跟指数 尽可能的靠近 怎么办 我就是按照这个权种 我去买卖 这个合约 对吧 这个指数去买卖 分别不同的合约 来虚拟的模拟出一个指数来 啊 那么这里我们看这个就是六 60% 30% 这3%可以忽略啊 那我们把9月份的忽略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是1月份和5月份 那么基本上是2比1的关系 对不对 那基本上2比1的关系 那么当我在下单出信号 我要开始买卖的时候呢 那我就是按 1月份的我买两倍 5月份的我买一倍 是吧 那这种比例我去买 那假设我当时有个策略 有个账户 他需要开商大豆 然后呢 他总共要开 比如说9单 对吧 那如果要开9单的话 那我就买 分别买6单的1月份合约 和3单的 3首的5月份合约 总共加起来9首 是吧 那这样我交易的结果 会比你购买 单个月份 无论是1月份也好 5月份 你买单个月份的交易结果 更接近于我们回撤的结果 就是更靠近我们指数 用指数来回撤得到的效果 这个是我所用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实际上就是这张表 我是每个星期会得到一份 我有一个程序 自动的会去抓取所有的成交量 不是成交量 所有的持仓量 和它的价格 和月份等等这些信息 自动的 然后呢算出它的 算出它的权重 这张表 我有个程序 可以自动得到 然后呢 我再根据这张表 去手工的 在我的策略里面进行调整 在我的交易平台里面 进行调整 比如说我用TB 那我在TB里面就会 去做调整 就是说让他 分别买不同比例的合约 那个部分是手工的 但这个表是自动得到的 因为这个反正要手工去 一个一个抓数据 也是一个挺累人的一个活 这个方法就是我在使用的 我叫做用合约配比来模拟指数 那么让我们的交易结果 尽可能的靠近于 这个回撑的结果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会引起 施盘于回撑 那回撑结果片里的呢 是低估交易成本 这个交易成本 前面有一堂课 我们也提到了 交易成本是往往被低估的 有的时候甚至被忽略了 那么其中影响最深的呢 有这些滑点啊 佣金啊 手续费啊 等等 因为这些交易的成本呢 是在你每一笔交易的时候 都都会发生的 无论是你开仓也好 平仓也好 对吧 这些成本它都会发生 你开仓的越频繁 这些成本就是发发生的越多 就越高这些成本 对吧 那么在这三个当中又有滑点 影响为最大 是吧 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 当你在做策略评估也好 当你在做这个手工交易的时候 这个滑点 你有没有充分的考虑进去 我曾经给大家算过一笔账 对吧 就是假设你交易 罗文刚 罗文刚的话 现在是2000多点 那么就是你一手 大概2000多块钱 一手 是吧 好 假设你开仓的时候 多一个滑点 平仓的时候又多一个滑点 那一个滑点是10块钱 那么就你一开一瓶 做一个交易的话 那就是20块钱 就会增加20块钱的成本 那又假设你 一个星期做两单交易 这个频率也算不高 对吧 一个星期做两次 两次的话 那就是说是 一年的话就是100次 对吧 100个交易 100个交易每次20块 那就是2000块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跟你的保证金几乎是持平了 就100%的滑点 对不对 看看很小的 每次我只增加了一个滑点 但是实际上一年下来 有可能它的滑点的成本 跟你的保证金的金额差不多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很恐怖 我们刚才算的还是一个星期只有两次交易 那如果说频率更高的呢 对不对 两天一次或者一天一次的话 那这个滑点的影响会更加的巨大 所以千万不要低估滑点 佣金和手续费这些交易成本 给我们的交易效益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那在这里呢 要插一句就是 大家有一些 有的时候在一些非正规的平台 会看到更高的交易滑点 和交易的成本 包括佣金手续费会更高 尤其是一些所谓的交易现货的这些平台 他动不动交易一手 可能要你100块200块的这种交易的佣金 那这种平台 你不要看他吹嘘的多好 所谓的多能挣钱 你就光看他的手续费 光看他的佣金和滑点 也就是说光看他的交易成本 就一定会让你无力可拖 对吧 无论是你有多么高超的交易水平 在那些平台上一定是输钱了 如果说你有本事 能够在那些平台上不输钱还赚钱 那你一定要回到正规的期货平台上来 那你会赚的多的多的多 因为正规的期货平台 要比那些现货平台的手续费和交易成本等等 要低的多的多 这是随便插一句 就大家还是要非常关注这个交易成本这个事情 第三个呢 有可能导致石盘和回撤结果的偏离的呢 就是我们前面的课程当中也讲过的 资孙子盈价格的一个陷阱 尤其是在跟踪资孙子盈价格 是有非常大的陷阱 在回撤的时候看着结果非常美丽 但是呢 等到你真正把它用到石盘上的时候呢 效果就远远不如回撤 大打折扣 那么那个因为在其他课程上已经详细讲了 那这里就不展开讲 就是主要我们影响石盘与回撤结果的 这个因素主要有这三点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 就不仔细讲了 包括比如说心理的影响 当你在回撤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但是呢在石盘交易当中 你是有心理压力的 这就会导致会产生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 第四点对吧 会出现一些主观交易 主观干预对吧 会出现主观干预等等 那不详细讲 现在来讲呢 就第二个 我们说在石盘交易当中 仓位多少比较合适 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也是一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问题 多少合适 有的高手会告诉你 他只有10%的仓位 也有的呢 他说我有30% 也有的甚至50% 甚至还有80%90%的仓位的 我都碰到过 都碰到过 对不对 到底多少合适 每个人的看法会不一样 那我来讲讲就是我认为是怎样的 或者说我是怎么做的 那我呢 基本上就是根据凯利公式来计算的 那么这个在前面有一讲当中 我们也已经详细讲过了凯利公式 那我这里就非常快的速度来讲一下 就是说根据凯利公式 这个F等于P 就是说我们一笔交易 假设亏损的话 止损一个最大 应该放在哪里 对吧 那么我们假设胜率为35% 因为这个是大 35到45 这是大多数的策略 趋势跟中型策略的一个胜率 35到45 那么一些就是 专做震荡型的这些策略呢 也可能可以做到60% 70% 那我们这里就讲大绝大部分人在用的 这个趋势跟中策略 那35% 那么盈亏比呢 二呢也不算是太差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算出来我们每次应该 最大允许5%的亏损 这个是凯利公式 那跟这个最大5%的亏损 我们知道了呢 仓位倒过来反过来 也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那么我从另外一个途径 再来算一算 看看仓位多少 比较合适 然后综合这两个计算结果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决定 那么就是在这个当中呢 我是假设我们某一个期货的平均保证率为10% 就是平均保证率10% 也就是保证金率呢 就是我付1万块钱 然后实际上我做的合约的价值呢 相当于10万 这就是保证金率为10% 然后呢 每次止损为价格波动的1% 你就是说我的这个 我买了比较加碳 加碳每次他波动了1% 我就止损了 最大 他波动1% 我就止损了 那当这两个假设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结果 如果我们的仓位 为10%的时候 那么每次止损呢 会损失账户走资金的1% 那么如果说具体的数字 简单的来比喻一下 就是说假设我有100万的一个账户 当我付了10%的保证金 就是我的保证金付了10万的时候 那这时候假设我有止损 那这个止损呢 就会损失1万块钱 就会损失1万块钱 那么当我仓位20%的时候呢 每次止损会损失2% 那么仓位30%的时候呢 会损失3% 这一次略退 那这时候就就明白了 我的仓位到底有多重 对吧 也就是说当我如果说我每次止损 会损失总资金的2%的话 当我们在做趋势策略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连续10次 甚至12、3次亏损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每次如果2%的话 你连续10次止损的话 那你的账户回测就是20% 对吧 如果连续亏损15次的话 你的账户回测就30% 对不对 那 这个 结果和我们前面的这个5%的结果 大家可以综合回去考虑 或者说计算 我自己心理上或者资金上 能够承受的是多大的回测 当你的回测能承受的越小 你的仓位就越轻 你必须做轻 如果你的仓位很重 那你的回测将会是非常的大 在期货上面 因为它是有保证金的 对吧 然后我这里保证金率 还是一个平均数10% 每一个平台或者每一个期货 期货公司 它给你的保证金率都会是不一样 每一个品种也都不一样 甚至有的是5% 7% 对不对 10% 也有的15% 对吧 每一个都不一样 所以必须回去根据自己所交易的保证金率 根据自己心理所能承受的最大亏损 对吧 等等 然后去确定自己所认为合适的仓位 那么实际上像我这样 我在交易的时候 一个新的账户 通常我就放10%到15%的仓位 那么等到它产生了利润了以后 那会逐步的加一点 对吧 但是呢 最高也不会超过30%到40% 最高也不会超过30%到40% 所以这是我对仓位的一个处理 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的会碰到一个 就是说胜率 我们会叫过多的追求胜率 对吧 大家总是觉得说胜率越高越好 像我刚才已经讲了 通常的一个趋势跟踪型的一个策略的话 它的胜率就在35%到45% 已经算是可以了 OK了 对吧 那么有的人他说我就是太低了 我希望说最好有50% 甚至60%这种胜率 当你为了追求这个高胜率的时候呢 你往往会什么 往往会陷入一个陷阱 就是说叫过多离合的陷阱 因为你为了追求高胜率 你必须加了很多的过滤条件 对不对 你每次增加一个过滤条件 可能就产生了一次离合 是吧 那你的过滤条件加的过多 那就是绝对是过度离合 虽然在回撤当中 当中你可以看到他胜率大大的提高 非常高 60% 其实也很好看 但是呢 用在试盘当中 他一定会是 惨不忍睹的 这个是毫无例外 所以说呢 胜率呢 他其实并不是越高越好 这点就大家一定要在心理上 内心要有一个认识 胜率并不是越高越好 胜率我们要适中 在前面某一堂课当中 我们也有讲到过 胜率必须与盈亏比结合起来 才来考虑 并不是越高越好 高胜率不代表你的策略能赚钱 低胜率也不代表你的策略是要赔钱 所以呢 胜率不是越高越好 不要过度的追求胜率 胜率和盈亏比平衡来看 然后呢 在普通型的绝大部分的趋势跟踪型策略当中 他的胜率也就做到35%到45%这么一个范围 好 在接下来一个经常会碰到的问题 就是说主观交易 很多人在程序化交易的时候 碰到行情不利的时候 或者说有比较大的利润的时候 这时候就开始收养了 犹豫了 就说我到底要不要止损呢 或者我要不要止盈呢 是不是落袋为安呢 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吧 这个是难免的 因为谁都经历过 那么我要说呢 规则实际上是我们程序化交易的 精髓 程序化交易搞来搞去 就是把你脑子当中的这些交易规则 把它变成了程序的代码 让计算机比较客观的来执行 那这就是程序化交易 对吧 但如果说你 在使用程序化交易的时候 又抛弃了某一些规则 又去主动干预 那可以想象 就是说 你的效果呢 会时好时坏 就某一些时候让你 主观干预了 真好让你得利了 有些时候呢 你的主观干预呢 可能是让你失利了 对吧 但是呢 从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来看 你的缺乏规则的主观干预 一定是效果差于不干预 在一个长 一定长度的时间范围之内 我们来看 你的主动干预的效果一定不如 不干预 但是我们这里也说 不排除一些 这个交易者 他有一些非常敏感的盘感 当他出现这些盘感的时候 他就去干预 干预了以后 可能效果还不错 对吧 那对于这些交易者 那我倒是建议说 能不能把他所谓的盘感 变成一些规则 这些规则 想办法能够把他写到策略里面去 那么就是 让策略来做这些判断 而不要人再去主观的判断 主观的干预 这可能会 从长一定的长度来看 从一定长的时间上来看 他的效果要好于 人工的主观干预 这是我对主观干预的认识 那么第五点呢 就是说是我们的 有一个经常会碰到的问题 每次当碰到长假日的时候 尤其是比如春节 十几天 或者什么国庆 五一这种 五天七天 甚至十几天 这种长假的时候 我们手上的吃仓 需要减仓或是平仓吗 要不要减仓 或者干脆把它全部 平光变成空仓 需要吗 这是很多人在问的 或者说在程序化交易当中 都会直接面临的一些问题 对吧 那我认为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是否需要减仓 你把它用程序来验证 对吧 你用历史回测来检验 是否需要减仓 就是我一个策略写好以后 对吧 策略A写好以后 我得到一个回测结果 好 现在我在策略A上做一些修改 那我就说在每次长假之前 我让它平掉或者减掉 对吧 然后过了这个长假 再重新开仓 按照这么一个思路 把它写进去 看看它回测出来的效果 和我原来不做减仓平仓的效果 哪个更好 如果说是减仓平仓的效果更好 那你就不妨就用减仓平仓 对吧 反之 那你就不要用减仓平仓 对吧 那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用减仓平仓的这些策略 我曾经写过好几个策略 包括比如说 就原油 我要做原油的时候 国外的原油 那因为很多消息会出现在周末 对不对 周末两天的时候 那只要说哪一个OPEC说要减产了 或者哪一个石油国家说要增产了 或者甚至哪一个国家发生了战争了 那这些呢都会在一个周末会导致油价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包括前两天一个这个我们习主席和特朗普的一个周末的一个会议 结果在那个周末以后 周一开盘 他就跳高 跳空高开了 大概有对吧 两千美金 左右 是吧 像这种在周末他的变化是非常大 那么我就在犹豫说 我要不要在周末之前呢 把它都平掉呢 那事实上我就是用这个写策略来测试 到底是哪一种方式好 那么我的结果呢 得出来就是说 你不去管他 效果更好 他的盈亏比会可以做得更高 你的交易成本会更低 虽然说有一些时候 这个周末的消息使得这个商品的价格在周一开盘的时候 朝着与你持仓不利的方向移动 有 但是呢 从一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看 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总的时期的这个成本和利润的这个衡量来看呢 不减少或者平常往往效果更好 这是我自己的在石盘交易当中的一些经验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对于这个程序化石盘交易当中的问题和对策呢 就讲到这些 那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只能讲了这主要的五点 那么我相信很多交易者呢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交易的问题 或者说比较困惑的地方 那么也欢迎大家把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发给我 那么下面后面我有机会的话呢 我可以来一一的解答 好 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